Hello,大家好,我是小卓 今天真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感觉没有前半天还那么冷的 气温是不是回升了点 真好 今天早上大捆火吧 还是早早的就来了 我是等盈盈醒了 然后给她喂完饭 把她送到婆婆那去 然后我才来的 别看我每天都迟到 但是在家那小活更累更忙的人 一刻也没闲子在家 一般如果我中午来的话 我就给她们带点饭 今天给她们带的是火锅面 带的那个挂面 然后还有羊肉 羊肉片 牛肉片 还有碗 肠 菜 到那会儿跟那个锅一煮 热乎了一吃 非常完美 昨天听她俩研究 说今天要给马叔叔那个车 犯床了 不知道整的怎么样了 这一上午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哎呀 哎呀 这门每次都是这么难开 又难开又难滚 哎呀 叔叔来了 阿姨又给我你啥的 烧炉子了 啊 啊 336363都能到这 啊 啊 等咱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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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呢 哈哈 哎呀 你走进来的 啊走进来的 那狗不肉我还没吃 一会儿你慢慢再吃 行 那个 这滑道口都开开了 都安上了 对呀 不差一个滑道 一会儿坐到就像 这个石板 就恢复了 真板着了 整得真带劲 严丝可疯的 咱们离近点看看 新权就是改造地级 我已经给忘了 第N级就看吧 就 哈哈哈哈 丑一点 应该是不是第六级 第七级 应该是第七级 咱们离近点看看 那个滑道去 整得是真板着了 你看这块 严丝可疯的 嘎嘎带劲 就跟那个车原厂 自己带的 真带劲 好整吗 不好整 抠着三两 抠了一三五 慢慢抠吧 我准备给你俩做饭去了 我这桌子这一晚上经历了什么 这灰也太大了 我的老天哪 太吓人了 看看我给他们都带了什么好东西 这一大包子 够烈够酱了 带了一包口罩 然后这个是一会儿做饭的材料 几个地瓜 然后还有菜 肉 然后面条 底料什么的 现在准备给他们做饭了 看咱这小台面 看咱这刀工 哎呀 就等着大坤和我爸 无条件接受我的黑暗料理 嘿嘿嘿嘿嘿嘿 想想我就开心 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水烧的有点慢呢 让它在这慢慢烧吧 带大家再看一看我今天还又带了什么好东西 咱们之前买的一个移动WiFi 这些是带的一些骂布 鞋子用完了 不愿意投出来 就那么地就撇了就行 然后带了两个卷脂 一个小骂布 这小骂布带的有点多余 然后两个纸抽 再就是我做视频的一个电脑 一会儿做完饭吃完饭就准备 给你们做视频发视频 这个是叔叔阿姨刚才给贴上的 是防摩擦的一个贴吧 哎呀还挺好看的 装饰性真是不错啊 非常带劲很美观 看看他俩干的怎么样 马做的都搬上来了 可以啊 马上一会儿就做床了 那个床是不是得跟那个坐的找屏 它要是一 就是可以连起来成一张床 那个是吧 对错了 现在后几个网友都要这么做 之前呢 跟大家在视频里应该是说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马叔叔要的是后置横床 中间带锅道的 然后左边是 那个厨房是不是 左边是厨房 右边是电池和水箱 然后等晚上需要睡觉的时候 就可以把中间这个锅道拿板挡上 然后把椅子往前放平 整个一个大通铺 一直通到前面 这是属于一个 横线成两米的这么一个大床 非常带劲 感觉比家里那个床都舒服 超级大 之前有网友说了 好多咱那个发视频也没发选 然后也是骗 那个一段一段 是不是 就是坐过炉的时候 有人说那个引茂烟 是那个烟桶太细 然后有人说那个 你那个从风筒往外出烟 是你们里面没看好 其实都不存在这些问题 现在咱们已经正常使用两天 只是咱视频有延时 这个出热风 在那个烟是单独走的 对 给大家简单看 我爸刚往里面添完柴 这里面是两部分其实 外面这个四方形 这是一个框 这个框中间还有一个内档 内档是圆形的 我们烧的那些柴火也好 那个就是可燃物也好 或者是煤也好 都在中间那个内档烧 内档烧完之后吧 它有好几根烟管 就是往上走热烟的 走到热烟走到这个部位呢 烟管到这个部位 上面嘛中间还有个大圆盘 封闭的 这大圆盘是走这个外侧的风的 外侧的风从这个方形 那个铁桶走到上面大圆盘之后 被这个烟管的烟二次加热 从咱们这块出来 对是从那个侧面这块出风 对 从这块现在这块已经有温度了 然后吧 我们那个烟从烟管走到之后 从这大圆盘两侧 走到这个锅炉的上面 再从烟管 烟通除去 对 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 基本上符合咱们现在最先进的 这个热风炉的这个制作 一般情况下 做热风炉没有这个二次加热 这个是我爸研究了一下 参考上网上 那个就是比较先进的一个 一些专利啊 然后做了一个这种 就是给大家说 因为这两天这个锅炉 没有具体的说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使用什么情况 我炒下这个 这个离心风机 炒上之后 然后这块的孤度出了一个热风 对 你看大坤那个衣服 看上了吗 这块热风温度很高 就是手不能在这 长时间停留 我戴手套 如果要是不戴手套的情况下 这就会感觉跳手 然后咱们到时候再接一个 25米的风带 一直到内边了 下射可能好多个出发 然后一时往下吹着风 就像咱们一进冬天的商场 就把整个这个热风 这个能力搁就可以 大概是这个意思 挺不错 这几天网友们都挺关心 咱那个锅炉 对 都惦记着呢 没事 改锅炉 我爸是比较专业的 我们已经之前干了伙伴 这个大家不用操心 已经暖和起来 因为这儿很烫 在大坤的指挥一下 让我把那个一子面条都搁里了 现在估计已经不是水煮面条了 现在是拌面 也可以说是炒面 饭好了 看有没有食欲 开饭了 吃饭吧 一会儿囊了 今天我这黑暗料理怎么样 怎么的 一点不亢奋呢 火辣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要先吃饭了 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